第五十四集 却说众人眼见顾元围剑去换衣裳 早凑过去问蒋白道 白哥 你是不是狠揍了方殿下一段 把他眼眶都打无情了 他自己撞着了 不关我的事 蒋白白手严肃地说道 我可是斯文的女娃 怎么会随便挥拳打人呢 众人轰得一声笑了 这一笑又有了先前师兄弟一触学武的气氛 蒋白也虚出一口气 本还怕这些师兄弟会因为上回求亲不成生了心结 这下好了 师兄弟的情意并没有损坏 以后能照常往来 却说上台后让青天见则即日 提前给蒋白和顾元围玩婚的消息 无上几日就由贵姐的口中传到贺元的耳边 贺元和上杰商量了半天 却没想出妥当的法子推迟婚事 这一晚上床辗转反侧睡不着 一时想着蒋白才13岁 年纪尚小 这么早成亲 着实不妥当 一时又想着 蒋白自小扮作男娃养 相貌虽然美 无奈她一副男娃性子 这进了福王府就是福王妃 不说别的 各府里的人事往来等等 总是要应付的 却怕她不懂那么多规矩 会随便应付 让人看笑话 一时又想着 出嫁总得要亲手做几件衣服 荷包相包的吧 到时献给长辈亲友 现下时间这么仓促 如何来得及做 一时又想起 自己当初早早嫁入将军府 除其那股不安和忐忑 就怕蒋白 也会经历这种不安的时期 却要如何给她讲解 这些男女相处之道 要不要先普及一些婚前教育 在贺元的心里 总还认为蒋白年纪小 只把她当小女娃看待 并没有料到她一一桩 就有许多人同时上门求亲 又很快定下亲 再到现在 却要提前完婚 自己只有这一个女儿 怎么也舍不得她早嫁 可对方是太后 这婚事的迟早 便不由自己做主 贺元这里叹了一口气 黑暗中 却有一只手伸过来搂住了她 蒋华安的声音 扶在耳边道 怎么了 你忧心白哥的事 睡不着吗 你瞧你 依然当她是男娃 还是满口的白哥 不是白脚 贺元把头 斩到蒋华安的手臂上 蹭了蹭 说道 自打她 溢了女装 非但大家 时不时转不过弯来 她自己也一样 转不过弯来呢 穿着裙子就乱跳 盘上盘下的 若不是样子好看 一副女娃样 不认识的人 见了她的做派 还以为是 谁家野小子 故意做了女装 出来戏弄人呢 她先前拙男装时 为着人家 笑她向女娃 翻了许多白眼 线下拙回女装 又为着人家说 她做派向男娃而苦恼 这些还没调节过来呢 又要出嫁 我如何放心 蒋华安 磨磨贺元的头道 你当初嫁进 将军府时 才十一岁 我也好好的 线下白个十三岁了 可比你当初大了两岁 且她要嫁的人 是福王殿下 福王殿下 表面上看着不羁 其实自有一套 自己的活法 自会好好的 护着白个 你不必有心 白个要是许了 别家福里的根 福里长辈多 规矩多 还真怕她不适应 线下时嫁到 福王府去 除了年节要进宫 向太后娘娘请安 其余时间 没人屈着她 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和将军府一样自由 没有什么不好 再者 福王殿下 不是被你和娘算计了 定亲礼 是按照入赘礼 结办的吗 有了这一层 白个还随时 可以回娘家 福王殿下 不会拦着她 论起来 福王殿下 搭着白个一辈 我本不大赞成 这套婚事 可是线下细想 照白个的性子 福王殿下 却是一个良配 你要再不放心 让杏仁两口子 跟起福王府好了 蒋华安难得 说了这么一大通话 倒安抚了 贺元烦躁的情绪 只她还是不放心 瞪远眼睛说道 虽如此 我还是不舍得 小白这么早出嫁 我明和婆婆进宫 见见太后娘娘 看看能不能把婚事 延后一些 上太后既然起义 要雇元为今年完婚 又哪里是贺元能够左右的 带得贺元和上杰进宫时 非但没有把婚事 日期延后 还正式落实了 提前完婚的日期 带得贺元和上杰 从宫里回到将军府时 蒋博也知道了 要提早澄清这件事 嘀咕了好几天 这一天起来 终是没忍住 一大早就跑到福王府抗议 只让顾元烦躁进宫 劝上太后把婚事延后 顾元为听得蒋白的话 却顾左右而言 他装作不经意地说道 宫里每年都会择日子 受猎 看看剩下过后就是秋季 听得今年会择在十月 受猎 我到时也会跟着去 小白板 你想要什么皮子 我帮你猎了来 受猎呀 蒋白一听就忘记 先头的事 兴奋地说道 你当时也要去 能不能带了我一起去啊 我要什么皮子 自己猎了就是 我要给祖母和娘 各列一张狐狸皮 顾元为一脸为难道 带你去啊 也不是不行 可是狩猎时 一般都不带女娃的 毕竟是在野外 就怕有一个万一 那回在野外 有一个服侍皇上的宫女 自己睡了一个帐篷 守在外头的护卫 一个打盹 宫女就被野狼 敲磨声息地叼了去 你要跟了我去 除非跟我睡一个帐篷 我才敢答应带你 可是咱们又没成亲 哪能睡一起呢 太后娘娘 不是择了日子吗 让咱们九月初时成亲的 到树恋那会儿 咱们都成亲一个月了 蒋白脱口说道 睡一个帐篷 就睡一个帐篷啊 有什么大不了的 顾元为偷笑 嘴里却正中说道 对对对 我怎么忘了这个 到时你哥哥和几下府里的哥 也会跟着去 确实热闹 我哥哥六岁起 就跟着爹爹去狩猎了 第一次活着一只山鸡回府 得意的不得了 我还记着呢 蒋白眸子亮晶晶的 挥舞拳头说道 我要活捉几只野兔回来养 福王府地方大 多捉几只也没关系 顾元为说起狩猎的去事 见蒋白听得入神 眼中不由盛满了笑意 自己在心内夸奖自己 好痒的 小媳妇马上就能骗到手了 一会儿 顾元为已是由十月的狩猎 说到江南三月烟雨天气的浪漫 再提到海外猪般好玩的事物 最后许诺 成亲之后 会带着蒋白出去游历一番 蒋白听得心向网之 早不计较提前办浑事了 只俯着长道 我押回府去 让人先做几套男娃的猎装 倒是狩猎时穿了去 小白白 你不是应该先做几套嫁衣 再做猎装吗 顾元为很想提醒 人了人还是没有提 这笑着说道 野外蚊虫多啊 你到时候多备几个香包 用来装防蚊虫的香料 对了 给我绣的香包要大好一大 可以装多一点东西 蒋白跑到府王府时 将军府众人却忙碌的不行 毕竟将军府和府王府联姻 要办的事太多了 线下又已是七月 才一个多月时间准备婚事 总是将军府众人办事一向快 这当下也怕有个疏漏 上劫别的倒罢了 至于要让哪个丫头陪嫁 要跟去几个妈妈 却是斟酌了再斟酌 最后除了折柜外 另择三个伶俐的丫头陪嫁 又择了似乎办事牢靠的陪房 另有两个妈妈 却是从自己房里择出来的 一时叫了两个妈妈 去嘱咐了许多话 因蒋白才13岁 这原房的事自然要急急之后 到时如何让小夫妻适当的亲热 又如何把口关全落在两个妈妈身上 两个妈妈听完尚劫的话 少不得郑重地印下来 尚劫这里说着话 贺元却听得蒋白气冲冲地跑到府王府 想让顾元卫延后成亲的日期 正愕然 却又听来人说蒋白回来了 这会儿兴冲冲地回绣房 去看众人合力给他绣的嫁衣了 还帮着绣了衣角的花纹 因上太后判顾元卫成亲 判了好几年了 这回好容易顾元卫点头答应成亲 将军府又没了意义 却是连连派人到将军府商议 不上半个月 居然把复杂至极的婚前诸班礼节 全都办完了 连聘礼单子也送到了将军府 可谓是雷厉风行 引进蒋白代价在即 贺元再度新交起来 在房内自语道 这才十三岁 才十三岁呀 万一两个妈妈把关输入 小夫妻偷偷亲热了 小白怀上了怎么办 会出人命的呀 至晚 贺元把蒋华安赶到书房睡 却把蒋白叫到自己房里 母女两个睡在一张床上 说了一夜的话 引进蒋白懵懂 贺元只得解说了许多男娃和女娃的不同之处 直说的蒋白似乎明白过来 这才作罢 蒋白只把贺元的话做了一个总结 嗯 成亲之后可以拉手亲小嘴 但是万万不能脱衣服躺在一起 要是脱衣服躺在一起 会怀上小娃 太早怀上小娃 对身子不好 她寻思完毕 这才说道 娘 我都明白了 你放心吧 明白就好 明白就好 贺元欣慰极了 不容易呀 大半夜的 自己终于解说明白了 中秋节过后 很快就进入九月 待得九月初九重阳节这一天 将军辅助人顾不得像往年一样登高望远 只一静地忙碌着 贺元忙里偷控 又是拉蒋白嘱咐了许多话 蒋白想着第二天就要出嫁 也来了危机感 紧张的小脸都皱了起来 坐立不安 贺元只得安抚了一会儿 又让赶着来帮忙的莫若惠和乔香巧 陪着蒋白说话 在莫若惠和乔香巧的劝威声中 蒋白烧解了一些紧张感 治完却又忐忑不安起来 只拉着莫若惠和乔香巧 不让他们回房 硬要他们陪着一起睡 三个人说了一碗的悄悄话 对嫁人这件事都是又喜又忧的 第二天一大早 各府里的夫人和姐儿便都全来了 宋琴儿乔莹等人 就进蒋白的房里 各拿了亲手绣好的荷包等物相赠 又笑道 哎呀 去年这个时候 我们还偷偷猜过 白哥究竟是喜欢若惠呢 还是香巧呢 又说若惠和香巧 若是一起嫁给白哥 白哥真的想了奇人之福了 谁知白哥居然是女娃不说 这会儿又比我们早出嫁 真真是想不到呢 我一想着白哥嫁了福王殿下 慧姐姐以后又喊白哥婶子 就觉得好笑 我是想着福王殿下那样的人 这会儿成了玄哥的妹夫 她要喊玄哥大舅子 更是好笑呢 众人越说越觉着好笑 都笑成了一堆 众人说的热闹 见宫里给新人梳洗妆的嬷嬷来了 忙退了出去 蒋白坐在椅子上 身有两位嬷嬷折腾 待折腾了一个时辰左右 这才往镜子前移照 这移照不由吓了一跳 嚎叫了一声 慧姐姐 香巧 救命啊 怎么了怎么了 大喜的日子 可不幸乱说话 莫若惠吓了一跳 忙和乔香巧进去 瞧蒋白 见他僵坐着 一张脸被涂了厚厚的白粉 上了腮红 眉毛画得又细又弯 不由愣住了 蒋白见他们过去 直指自己的脸说 我这是去嫁人 还是去吓人呀 莫若惠和乔香巧 当着两位嬷嬷不好乱笑 直安抚蒋白道 新人妆是这个样子的 这样才喜气 我不喜欢这个样子 蒋白又嚎叫了一声 拉过两位嬷嬷说道 帮我洗掉 像平常那样就行了 这 两位嬷嬷为难了 这大喜的日子 怎么能像平常那样呢 贺元听的动静 忙忙进来 一叠声问道 小白 花叫快来了 你这是闹什么呢 娘 你瞧瞧我脸上 这简直是涂了一层白墙 难受死了 蒋白一见贺元过来 早站了起来 气呼呼的 要我顶着这样一张脸上花叫 我就不嫁了 你们看着办 这个粉涂的 这个粉涂的确实厚了一些 贺元也发愣 宫里出来的嬷嬷果然重手呀 这带来的宫粉是全涂上了吗 一时摇摇头道 两位嬷嬷 两位嬷嬷你们看 我们还能怎么着 这福王妃果然和福王殿下天生一对 这么好看的新人妆居然嫌不好 要是普通人家 请我们给他画 我们还不动手呢 两位嬷嬷没奈何 只得帮蒋白洗掉了脸上厚厚的粉 照着他自己的意思 画了一个淡妆 这么一折腾 又花去小半个时辰 带到穿好喜服盖上红盖头 早听到外面一阵乱嚷 说是花叫已到府门口 请新娘出去 接着是一阵兵荒马乱 府里众人一个接一个上去 嘱咐蒋白许多话 皆是怕他出状况的 蒋玄蒋青早过来说道 白哥 你到了福王府 若是福王殿下欺负你 你尽管告诉我们 不管他是什么王 要是敢过分 我们照常打上门去 尚杰也嘱咐了许多话 一时不放心 又再嘱咐了哲贵几句话 哲贵忙一一地硬了下来 蒋华恩和贺元 虽是昨晚已经嘱咐过 少不得又再嘱咐一次 蒋白在红盖头内直点头 忽然拉了贺元的手道 娘 既然你们这么不舍得我 我不嫁了行不行 反正福王殿下 本来就答应入赘 让他嫁进来呀 孩子话 贺元不舍得蒋白 见到花轿来了 眼眶早就红了 这会儿听到蒋白的话 却破涕微笑 捏捏他的手道 花轿都来了 哪里能不嫁 你到了福王府 就是福王妃 可不能再任性 凡是得和福王殿下 商量了才行 还有 娘跟你细说的话 你得记在心上 不要忘了 蒋白鼻子酸酸的 扯紧贺元的手道 娘 我都记得的 你放心 夫人 让姑娘上轿吧 莫误了及时 新娘早在一边催了 眼见蒋白松开贺元的手 忙扶了蒋白就往外走 蒋白带要回头 再跟贺元说话 却被喜娘夹得死紧 一时只听到府门口鞭炮齐鸣 鼓月喧天 人声鼎沸 带上了花轿 这才醒过神来 一时洒了两滴泪 将军府以后 这是娘家了 不是自己的家了 樱花轿抬得极安稳 几乎没什么晃动 蒋白渐渐地有了睡意 昨晚上没睡好 一大早又被叫了起来 这会儿早在红盖头下 打起了瞌睡 这会儿早就会赢了 那我们忘了 优优独播剧场 ��叶